一家四口临堂前 亲友们纷纷前来哀悼 平常都是妈妈开车去接孩子们放学 难得一家四口同车 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六岁大的姐姐严华 是个懂事的小女孩 会帮忙照顾四岁的弟弟 姐弟俩本来要读同一间幼稚园 但因名额额满 弟弟只好念远一点的学校 想不到竟然在接弟弟的路途中 发生了意外 事实上这户人家家境并不算富裕 父亲是部落有名的孝子 常年照顾酒病的老父亲 平常靠种菜养活一家人 两个小孩知道爸妈辛苦 小小年纪就懂得好好念书 没想到一场车祸 夺走了一家四口的生命 让一家人天伦梦碎 记者宋乔一 吴彩勋 花莲报道